手上捧着书本 游客切一滴漂浮在死海湖面 不过像这样特殊的体验 却逐渐受到极端高温的破坏 近来死海的预测温度 最高上看摄氏43度 如此暑气逼人的天气 也让死海游客定防树下滑两成 不止死海地区温度飙升 原本就属于干燥气候的邻国叙利亚 广大农田更惨遭野火肆虐 饱受战乱和地震之苦的农民 现在还要在面对极端气候 带来的野火与旱灾 叙利亚过往遭受到的战争 与恐怖攻击 除了影响国内的经济稳定 也导致许多基础设施遭到回损 进而拖慢了灭火救灾的速度 野火从26号开始吞噬叙利亚的森林和农田 消防人员已迅速赶到现场 也派出直升机试图扑灭火势 但风向将影响野火蔓延方向和速度 目前还无法确定火灾造成的损失 但当局正尽力避免 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继续受到伤害 欢迎许多久综合报导